兰花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换盆 第一点 蓝猪太密了 盆景凑了 空间小影响下一代的生长 需要换盆 第二点 植料太久了 有机物质减少了 需要换盆 第三点 根太多了 占据了整个盆的空间 新芽长不起来 新根发不出来 同时的话 老根 烂根长在里面 滋生续菌 第四点 兰花出现问题 那么这个跟植料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说发现你的兰花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 要及时的话进行换盆 那么换盆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尽量在前一两天 把盆的水分沥干一点 空下水分去分秒 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 那么重新更换的植料的话 要选择疏松透气 有机制好一点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记得点个赞 没有点关注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关注花仙谷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我是小姨 我们明天再见